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 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 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 深入解析 多面向的透视中国 欢迎收听 这样看中国 各位听众你好 我是主持人张正宁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正宁时间 今天节目要谈的主题是南海惊爆冲突 那这个冲突主要的国家就是 当然是中国跟菲律宾 整个中国不只在这个南海地区 那它包括台海的一个风云 还有在乌克兰跟俄罗斯的一个战争的 一个地缘冲突里面所扮演的一个角色 它面临的一个压力 或者说它的一个政策又是怎么样 那我们都来做一个相关解析跟解读 那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两位来宾 第一位是吴建宗吴老师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徐鸿心徐老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OK我们来看这个事件 这个事件就是在中国这个海警 在6月在这更早之前就宣布了 15号开始就6月15号开始 要实施所谓的海警机构行政法的一个程序 那这里头有所谓海警法三条的一个管制 那这个内容主要是在讲说 明定中国的海警可以任意的逮捕 入侵海域的一个外国籍的一个船舶跟人员 那会有这样所谓的内他们内部法律规定的一个公布呢 主要当然还是面对这个南海区域之前 他们已经在这个宣布所谓时段线之后 跟这个南海周边的一个国家的 很多国家的一些所谓领海的一个认定 或者是所属的一种 主权所属的一些矛盾跟冲突 那当然这也影响到台湾海峡的一个部分 来自于台湾的一个金门马祖的部分 他们也是一样都是用所谓的海警法的一个新的一个修订 来做一个主权的一个宣示 那我们现在来还原一下事件的一个现场 就是这样子 在6月17号的时候 在南海的一个仁爱礁这个边 那个仁爱礁就是菲律宾他们这个一个船舰 这个马德雷三号座摊 座摊在仁爱礁这里 那一直之前跟这个中国这边 有不断的一些做一些摩擦 或工坊的一个海域跟地区 那在这里呢 因为上面有一些菲律宾的一些军方人员 在船船上面 所以基本上他们菲律宾有不断持续的做一些粮食 食物跟水的一个供给跟补给 那甚至有进一步的在做一些防御公司的一些补强 或者是一些武器的一些补充等等 那这样的一个动作 当然中国这边以认定是所谓的仁爱礁这个部分 是他们领海领域的一个领土 所以他们也不容许这个菲律宾在这方面的一些行进 那目前的一个状况就是中国会用运用他们比较优势的 你说军队的部分 军舰的部分 他们是比较外围 那第一线在做一些执法 或者是跟这个菲律宾军方有所交涉 有些交手的部分 他们就用海警的船只 或者说人员来做一些执法 所以在17号这一天呢 一共是这样子的状况 就是两艘的 这是根据菲律宾的一个讲法 有两艘的菲律宾的一个海军冲气船 就前往这个仁爱礁去做一个补给的一个任务 那遭到中国海警八艘气艇 比较中大型的气艇 他们就进行一些冲撞 还有登船的一个动作 那我们看到事后看到一些画面 登船的一个过程 那个中国这边是有拿了一些斧头 开山刀 这种武器就来攻击这个菲律宾的一些气艇 那这中间就有一些互相 除了言辞以外 其实已经有动手动脚了 那武器也在攻击那个船只的部分 气艇的部分也运用上了 那这样的一个过程 菲律宾军队的一个成员也因此而受伤 那个手指都断掉 所以这个菲律宾的一个军方就严厉 那这也让我们想到这个去年中国跟印度边界上面的一些纷争 两边的一个军队助手人员也是刺手空拳也打 或者说拿着各式棒棍 那时候连那个狼牙棒都出来了 非常的一个感觉很荒谬 放在现代来讲感觉很荒谬 但是双方又有所克制 所谓克制就是不要用到枪戒 或者说炮弹 这种比较像战争行为的一些武器等等 但是这样的一个冲突 其实基本上我们就认定 两国就是在交战 已经处于一种交战的一个状态 那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 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 或者说可能还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后续效应 是蛮值得我们来做一个关注的 那是不是请吴建宗吴老师来看 怎么看这个这样的一个事件 第一个当然我刚刚主持人也介绍了 整个菲律宾跟中国在整个南海上面的一个冲突 其实我们先知道的一个背景 当然就是过去在2016年的时候 这个菲律宾已经向联合国的国际法的 这个海牙仲裁法院提出仲裁 也就是说中国在南海上面的这个主权 本身所是无效的 对于这样的一个国际法的一个判决 基本上各国都应该横加遵守 那我们看到这个中共不仅没有遵守这样的一个国际法 反而还变本加厉的推出了这个海警三号令的一个部分 那这一次还指控就是菲律宾没有按照这个国际避碰原则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对于中国海警的执法 进行这样的一个违法的这样的一个指控 那种种的这一些说明其实都可以看得出来 中共这种操支在我的这种自外法权的这个延伸 其实是现在各国最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个部分 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不管是这个国际避碰原则 或者是海牙仲裁法院这一些的部分 当然都有它的一个国际法效力 但是我们知道对于这个国际社会里面来讲的话 这个海洋法公约基本上是各国在遵循这样的一个 不管有领土纠纷也好 或者这个对于主权申索上面的一个共同原则 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所谓的航行自由的一个部分 那在航行自由里面 其实公海上面或者是这样的一个 包括我们看到的经济海域 或者是临街区的一个部分 哪怕是临海的一个部分 其实各国在经过这样的一个水域里面 他都可以去主张所谓的无害通过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看到现在中非所冲突的这个水域 从2016年的宣判以来 那中共不仅没有接受这样的一个国际这个法院的判例 反而还加强了他对于整个南海的这样的控制权的一个主张 那我们看到刚刚主持人其实也提到 其实当然类比在这个中非的冲突 当然大家想到就是中印其实一直在这个边界上面是有许多的冲突 在21世纪里面的时间点居然还用到这种冷兵器的这种情况 我一直常常也在想就是当你的生命的受到威胁的时候 那你手上持有枪械却没有使用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看到菲律宾基本上还是在整个中非的冲突上面来讲的话 基本上他在国际法里面他是与法有据的 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在整个联合国的这个概念之下 基本上在南海的对于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主张来讲的话 他是没有得到国际法院的这样的一个认同 所以对于违法的事情 你要再去做一些延伸的时候 当然就会受到各国的这样的一个挑战 那尤其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菲律宾在过去里面 有旧的军舰来进行这样的坐摊的一个情况 那现在新的这个冲突点里面 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冲突 以前中国的海上民兵就不断的去向这个各国的执法单位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 不管是叫灰色冲突也好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冲撞 基本上都是跟国际秩序的建制 是完全被盗而行的一个部分 而我们也看到在过去里面 东协加一的时候 基本上对于南海的这个主权的一个部分 都希望是各自主权共同开发 在过去的这个东协加一的里面 基本上有着这样的一个概念 可是现在的中共 在整个南海的局势 变成了一个 所有地缘国家里面的这个眼中钉 为什么 因为他派出的除了这样的一个海警船之外 其实他在外围 不管是他的军舰也好 或者在这个南海水域里面 他的这个潜水艇其实都部署在这个附近 这个其实都让各国产生了很大的一个紧张 那更不要讲说在这一次的冲突里面 有许多的这个菲律宾的士兵 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受伤的这个情况 那这样的一个受伤里面 我们看到不管用雷射光也好 或水泡也好 基本上都已经超过了执法的这个空间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 我们刚讲不管领海也好 或毗林区也好 或者是经济海域 各国在这里面的这个执法 他必须要有一个合理性 那其实我们会看到在这个菲律宾 他在深索他的这样的一个主张的时候 是得到国际上面的一个支持 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说 中非在这一次的紧张冲突里面 为什么在国际舆论上面来讲的话 中国目前是处居于下风 但是他仍然还要这么做的原因 当然是在过去中非的冲突里面 过去中国曾经尝过甜头 所以他还希望故技重施 但是现在时空环境地缘政治 也已经改变了情况之下 中共的这一套 这一种自外法权的一个部分 是不见得能够在像过去 能够故技重施 这有点感觉比较直白一点 或者说这也不是在瞧不起 这个菲律宾 是有点势子在挑软的吃 那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来相对应的来看 在台海的部分 其实这个中国的一些海警船也好 现在在离岛这个部分 金马里岛这部分也越来越强势 那也试图把他们所谓的海警的巡弋 各方面做所谓的一个常态化 就主权的那个宣示 那对台湾的海峡这个部分 也慢慢的一步一步的一个禁逼 距离台湾已经跨过重线了 然后慢慢的又往这个台湾本岛 这部分来逼近等等 但是我们又来看一下 所谓的钓鱼台海域的这部分 好像又不是这样子 是不是有不同的一个做法等等 那这部分我们待会 这个下一个阶段 再来请这个徐鸿欣徐老师 来做进一步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解析 那节目进行到这里 先休息一下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 从两岸国企与财经等角度 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 9点30分到10点 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 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 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 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 《这样看中国》节目收 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 节目有两个信箱 2020 at rti.org.tw 我是2020-0203 at 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 欢迎透过央广官网 或是podcast平台搜寻 《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 在此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 请持续锁定收听 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点30分 到10点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 我是主持人张振宁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宁时间 来我们继续延续 就请教一下徐永信徐老师 我们刚刚讲的 中国其实在南海区域 目前一直在跟菲律宾之间 不断的有一些较劲 从之前已经有发生过的 一些船只的一个插状也好 或者是对运捕船进行水炮 雷射光的攻击 来自于这次 人员直接海警就登船 去破坏 去把运捕的一些枪戒都把它扣押等等 这样的一个过程 在菲律宾这边其实已经有一些因应的措施 因为目前仁耐礁这个马德雷三号的一个军舰 坐摊在这里 那其实在这个仁耐礁跟那个菲律宾靠 菲律宾比较近的叫做巴拉旺岛之间的中间 还有一个也是一个沙滩的沙礁 岸礁的一个部分 叫做仙兵 仙兵礁 这部分他们其实最近做了一些因应 就是用两艘比较先进的一个军舰 也一样用触焦的一个方式 触摊的一个方式 就把它设在这里 那这两艘军舰的一个状况 跟马德雷三号比较不一样 它是比较先进 其实也有一些说探测 或者说一些雷达 各方面的一些作战的一些功能 比较强 所以也是你可以说是一种宣示 但其实应该它也是在做一种预防 要防止这个中共中国这边 一步叫贼人狗狗 就一步一步的轮头沉骨 轮头生根 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一个侵害 那我们刚刚有讲到 四字挑软的诗 那你对菲律宾是这样子 他们连他们的一些 前环球时报的总编辑 这个所谓小粉红的精神领袖 他都已经在狂言 就是说你 我们常常以前在讲有一句话 就是说你算哪一根冲 那菲律宾讲说 菲律宾以为他是一根冲 所以意思是他连冲都不是 这种真的有点瞧不起人家 说有点那种所谓的霸权的那种军头 军头的那种味道就很浓厚 那有什么样的政府才有什么样的人民 所以是这个部分就是这样子 你养出这种小粉红就是有这样 狂妄叫嚣的那种态势就出来了 这也是做使了目前中国这些官方 中共的一些领导人的一种心态 那同样的我们刚才讲 有领土纠纷的一个部分 你到了这个钓鱼台海域 你面对的是日本 或者是你面对的可能是日美同盟 你的态度你的做法又不一样了 那这个中间的一些 美美格格非常的一个多 那是不是请这个薛永鑫老师 来帮我们做一个整体性的一个分析 中国他在应该讲说这个 从1978年以后他们改革开放 特别是在2010年以后 开始全国GDP超越日本 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后 他整个国家的整体实力 的确是上升不少 问题是他伴随着这个上升 事实上是让全球国际社会 所看到的叫做中国崛起 那中国崛起如果是温和崛起的话 那那倒还还还可以 问题是这个崛起呢 已经参着的 借由军事的基础 扩充军事的基础 试图挑战美国的霸权主义 那这件事情在欧巴马时代 事实上已经凸显出来了 那谁直接把他吐破呢 就是前总统川普 他2018年的美中贸易战开始以后 各种包含关税战 法律战 甚至于这个晶片战 一直到现在等等 那我们从这里作为一个基础 可以看待说 中国他已经试图在挑战 美国霸权的同时 他在下一盘大棋 那这一盘大棋呢 也许他可能全球还没有办法 这么稳固的可以掌控的情况下 可是在东亚他认为也许包含东海 都是他的囊中物 所以在东海台海南海最近风波不断 而且我们都看得到中国的海警船 到处 甚至于中国的不管是军舰还是航空母舰 试图要穿越这个宫古水道 对吧 潜水艇 潜水艇到巴士海峡 然后这个台湾海峡 甚至几乎都等于是他家常便饭 南来北往 他试图扩大这样子的一个作为 其实就是刚刚建庄老师 他有提到的就是试图重塑 所谓的国际政经秩序的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已经越来越明显 那他要想要重新塑造 新的国际政经秩序 如果太远的话也许一时之间没有办法达得到的情况下 东亚可能是他最先可以突破的一个所谓的碳囊取物的区域 那这个部分呢 美国在刚开始或者是说在欧巴马时代 他可能没有那么因为他深陷在中东的事件当中 所以当中国已经在这里几乎都可以掌控的情况下 最有趣的是菲律宾 我们看到贝律宾在2013 14年 他突然提起说 这个黄烟岛的问题 中国已经侵犯到他的领土主权 所以他向那个联合国的那个国际把亭 申索 那当然周边也有很多的申索国 那2016年的7月12号 那个荷兰海牙的国际常设仲裁庭 就宣判了 那宣判之后呢 事实上中国是完全不认账 因为对他来讲那个不重要 他重要的是要想尽任何方法 以要重新塑造新的国际秩序的时候 那他想要用一种所谓的先造成继承事实 那要怎么样先造成继承事实 你看他很多的军事行动就已经证明了一切 包含在南海 本来只是一个岛礁 岛礁如果从国际把包含121条 里面去规办到说 这个适不适宜人居的这种状况 可是对他来讲几乎不重要 他不涉及到任何国际把 因为很有可能中国想要创造一个新的 新的可能对他有利的一种国际把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最近可以看得到一个最有趣的是 海警三号令 这个海警三号令已经特别讲到说 坚持不离开中方认为属于自己海域的所有外国船只 他已经设定到外国船只 那中国海警有权使用致命性的力量 这个致命性的武力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可能只有他们在自己在做定义 可是他已经直接的呛下 就是所有的外国船只 那当然就包含了美国的 不管你是什么号的航空母舰 或者是各国的那个船舰 你只要想要通过南海 他只要认为你已经侵犯到我的领土主权的部分的时候 他就会使用这个致命性的武力 那谁来规定 当然就中国自己规定 然后中国规定 他可能已经先给予一个定义 这样子的定义 会不会遭受到周边伸索国的抗议一定会 那后面更大的整个国际社会就会踏拔说 那我的船舰船只如果 如果要临时或者是从这里经过的时候 可能就要很小心 那事实上你等于已经进到 中国自己认为我的管辖区域 那最明显的一个国家是谁 就是日本 日本或许我们说话这一回 日本每天南来北往从中 船船运的原油石油 因为日本是能源不足的国家 他必须依靠的这种能源 那南来北往你看每天有多少 可是他不可能绕到那个 那个什么迅他海峡 然后从澳洲上来 那个太矿日费石油 上成本 不可能这样做 所以他从这个马六甲海峡进来之后 从新加坡直接北上是最快的路线 问题是这个区域 现在如果按照中国的说法 已经是他的那个主权管辖的范围 那你要经过的时候变成 我不知道是不是要用到以前的这种 所谓留下买入钱 还是要如何的 要不然我就视为你 你如果不听我的这个中方所认为的 这个你已经侵犯到我的海域的时候 那他就可能会使用这种 知名性的武力 这其实是已经有点扩大扩张的 他自己的主张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刚刚这个建东老师有提到 自外法权 也就是基本上国际法对来讲 他已经不认为的国际法 是我必须要遵守的 反过来我必须重新塑造一套 新的中国式的这个国际法 游戏规则应该讲就是国际法规判 他想要重新塑造这个国际法规判 可是当他有这样子的一个起心动念的时候 势必会跟现行的国际法规判 或者在国际政治里面 美国已经从战后以来一直到现在 所破坏或所设计创造的这个国际增进秩序 一定会引起非常大的冲突 那在这种冲突的情况下 就目前我们所看到的美中冲突 就是事所难免 那会不会势在必行我不知道 但是现在看起来美国也在秀肌肉 所以从前一阵子的这个军事演习 然后呢最近好像又要在太平洋 有一个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那又拉拢日本 他一直在拉拢日本 因为这背后是一个所谓的日美同盟的概念 那如果刚刚如同主持人提到这个钓鱼台的话 在东海或在钓鱼台 中国其实有一些动作 但是他这个动作没有那么的强硬 也就是说他该有动作他会出来 但是他该退的时候他会稍微退 可是你看着我 他对于这个菲律宾 他可没有 这个新闻报纸都有出来 就是披露说好像有菲律宾的士兵 好像有因为这一场看起来很奇怪 很奇怪的战争 致命性武力叫做斧头开三刀 什么反正水枪也可以 反正就是不让你登岛 甚至于不让你靠近 他所谓的领土主权范围 那他必须要有更强力的一个所谓的执法 用引号执法的这个武力 那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如此 现在应该是说 看看美国他在后面要有什么样的反应 其实还有一个国家是日本 因为日本前一阵子跟菲律宾有签订一个 类似像武器输出三原则这样子的一个 但是日本是所谓的防卫装备 移转三原则 他慢慢的把一些 当然日本已经可能退役的 或者但应该还是很好用的 他退役下来之后就移转给菲律宾 那我相信这个事情 不会是日本单方面决定就可以 应该是有得到美国的默许 那美国开了绿灯之后 日本就可以做这些事情 那事实上当日本可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那武器移转三原则 他已经菲律宾只是一个标的 最明显的标的 他事实上有可能各个所谓的同盟国家 或准同盟国家他都可以 做出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所以从中国最近的这么看起来 下了这么一场大棋的一个状况之下 到底他最后能够获得多少 也就是所谓的先造成继承事实的一个扩大 他的所谓中国式的海警三号令的扩大执法的边界 我用边界是 因为他现在已经慢慢的理解到说 如果国际把他没有在care的时候 那他应该要如何的重新塑造 这个是他现在的一个想法 整个局势看起来 目前应该就是中国还是比较在测试一些 邻国的一些底线 那当然是以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个利益为优先 因为除了刚刚讲的你除了一个主权 领海领地的一个概念之外 南海区域这些岛礁的部分 也所谓暗藏很多的所谓石油天然气 这一个可能性也是中国出手的一个很大的因素 那这个部分当然你说菲律宾虽然目前看起来 能力比较不能够支持来跟中国做单独的一个对抗 但是他背后还是有一些大哥 有一些大人会来做一些支撑 那这个这场冲突看起来 接下来还是会有很多的一个可能性发生 那我们再做后续的一些观察 以上是我们今天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 节目进行到这里 告一个段落 谢谢